等待又等待,杨丽华决定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 她决定了一个重要的日子。 对她来说,那真是一个又兴奋又紧张的一个日子, 因为她就要配上那件美丽的白纱。 爱家的女儿心终于如愿以偿了, 带着千千万万人的祝福,杨丽华终于套上了地毯的那一端。 人山人海,真是一片人潮。 来祝贺他们婚礼的,比看他眼歌仔戏的人还要多。 以前,她在舞台上都是扮演别人, 今天,她却是扮演她自己。 观众,想看她扮演的这个新娘, 也就是杨丽华本人, 比想看她的夕阳更热烈。 台湾省李主席特别为这对新人来证婚。 现在是证婚人李主席在盖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仙人李主席时效益的 Czyя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年向这一队可以敬可以爱的心郎心良, 表示本人的道貨 以及自負主義 楊麗娃小姐 正在電視公司的工作開始的時候 因為郭仔戲有一段非常困難的局面 他的努力以這個夜台戲進到了廣播 郭仔戲的廣播 然後要進到了郭仔戲的電視方面的工作 最近他也非常的努力之後來揚成接班的人 這些對藝術上的愛護 不怕困難 事實上本人聲稱感覺到了不起的年輕人 去年楊麗娃小姐本人邀請她到國地做了郭仔戲 來圍繞我們的農民移民換工的時候 她都非常的樂意接收 商業啊非常的做得好 然後十月的時候本人邀請再一次 當時事實上她要結婚的時候 不過為了各種的理由 時間的時間啊再延長到今天 但是大家如果是知道了 今天上月二十六號是王文棟先生的母親 就是我們的祖婚聯啊 來指定今天她非常願意來接收這個時間 我認為在社會上有這麼成就的一位年輕的人 也總要對母親的孝訓 我們也可以知道了她的做人 所以今天我們有機會來參與她的結婚的典禮 本人非常的快樂以外 對這一對年輕的人 她的豪爽誠實 孝訓 以及對社會的貢獻的熱情 本人啊都是以為將來 以做家庭的基礎 可以對我們的社會國家做更大的貢獻 今天本人啊再一次 對我們這一對 可以愛 可以敬的 洪文棟先生 兩立花小姐 表示 本人十二萬分的祝福之一 謝謝 今天明日 以南方家鄉的南方家鄉人的幸福 來向我們新男新娘祝福 洪醫生要請你舉一 因為有千千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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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壓力發明 她睜開眼睛看你洪醫生 今後又怎樣的能夠照顧到她 愛護她 使她 寧願青春 免疫情婦 我想 接受我們 洪醫生要注意一點 因為這一道美麗的 亞歷花小姐 這一道美麗的花 就是千千萬萬萬 亞歷花民 精神細量 現在我們繼續請 介紹人 美方的介紹人 財博電子公司董事長 許君柔的許董事長 來去送辭 楊麗花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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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知道 她是一位 中心愛國的一個女兒 她的觀眾 偏老 全國每個女兒 無論鄉村的好 移村的好 偶然 都是她的觀眾 有希望 讓她的女兒 不正式 說是她的 她的女兒 你現在就要 叫她的女兒 請在酒樓的人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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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女東章 雞湖冬新郎新娘 新房仗衣 李成奴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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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说在她的整个脸部的线条上非常的柔和 还有就是她的脸部的五官也非常地立体 那么在过去大家都认为说 她是就是以这个风流小声的这个装扮出现 其实她在本质上她是非常的女性化 而且非常的柔美 当杨丽花小姐穿上了我帮她设计的晚礼物以后 我才发现到她是如此的护有女人味 非常的刀柔妩媚 你们四位女冰箱 今天都同样的美丽 我相信也沾了新娘的喜气 也祝福你们很快地做新娘 你们要不要向杨丽华小姐 说句祝福的话 要 我觉得我今天好高兴 尤其是今天结婚的场面 好热闹 我好喜欢 但是我很少看到杨姐 她女装的打扮 我觉得她很有魅力 我很喜欢 但是我也同时祝福她们 勇豫爱河 我们杨团长 我今天能够有这么荣幸 当她伴娘 我好高兴 尤其看她 我们的团长今天这么漂亮 实在是好感动 希望她永远就是这么伟大 这么快乐 这么美丽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她今天的装扮 实在是很漂亮 很娇 很羞 但是呢 我还是喜欢她 还是希望她在歌载戏里面 演男生 潇洒 帅气 我今天是沾了喜气了 我也喜欢她女孩的装扮 我希望说将来如果有一天 我有这个日子的话 我能跟她一样 那么的漂亮 你们四位男兵相都是英俊潇洒 今天参加这个盛大的婚礼 你们有什么感想 很高兴我能够当洪医师的男兵相 相信大部分的观众都是来看新娘杨丽花 但是我相信也有些人是来看洪医师的 毕竟她有她的魅力 毕竟她有她的魅力 今天来参加洪医师的婚礼的四位冰相 唯有我意外是她的朋友 她时间答应我可以问新娘 但是这个新郎答应了 到后来还反眠了 我跟洪医师是十几年同事 除了她的艺术很好以外 她做的也是非常成功 她今天能够有一位很好的伴侣 我们都是衷心地祝福她 我是洪医师的学生 我希望我并不只学到古课的东西 其他的各方面 我也希望能够学到她一点点 谢谢 尤其怎么样追求理想的伴侣 希望如此 我相信你们四位将来都会有美好的伴侣 谢谢 今天是我姐姐结婚纪念语 我很高兴 我很羡慕 我希望能像她那么荣重的节目 记得了从小 她好像男孩子 而现在是那么孰宁 我很感动 从小我都一直在读书 而她放弃了学业 来栽培了直到现在 而现在她成交了 我诚心地祝福她永远快乐 今天是我姐姐结婚的日子 实在太高兴了 我从小看到到现在 她今天是最美丽的 你说呢 对啊 没有错啊 我也觉得 我们一起祝福她 在我认识我姐姐 现在我是以 灭福的身份 来参加我姐姐的婚礼 在有史以来很厉害 认识那么多年了 我认为我姐姐觉得 我姐姐今天是最漂亮 最美丽的 非常成功的 是我姐姐婚礼美满 快乐 幸福 这次隆重盛大的婚礼 不仅是杨丽华小姐 个人人生旅程上的 一个最美好 最重要的时刻 同时也是歌仔戏 生命的一个心理成悲 因为很多人担心 杨丽华小姐婚后 会不会退出歌仔戏谈呢 其实呢 这是多余的 因为在去年呢 她跟大学生会面的时候 已经有了答案了 总有一度我会结婚 不会不结婚 但结婚我不会说 我结婚就要说了 不管歌仔戏 少演出 但是你常常每档戏 你在杨丽华演 接班人都没有机会演了 对不对 我这样才对不对